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自马六甲的十一株 今年六十岁 2015年的开始就有这个腰痛 常常都这个一年会有四五次的腰部闪到 你要直腰都不能它就是痛到弯弯 如果你要煮饭你要一直手撑住 然后你才可以去炒那个饭 然后你要坐下去的话也是很痛很痛 你要很慢很慢很慢的坐下去这样子 然后要起来也是要两个手扶住 或者是扶住那个椅背 然后才可以慢慢慢慢上来 那个整身是酸痛到坐立不安 好像有什么虫啊整身在那边咬你这样子 每一次发作我都要去看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会给我打那个中筋的药 然后每天都要吃三粒的止痛药 上次师傅讲课的时候 有人的身体就好像天气一爆 我也是耶 要下雨的时候我的整身酸痛啊 那个小腿啊酸到他的骨头里面进去啊 真的是哇好难受好难受 每次我都要用那个药油来跟他推推推推 推到他的那个酸痛哦 没有了就比较舒畅 如果是真的还不可以缓解我 还要去找人家按摩咯 走了八卦差不多两个多月 然后我就发现 诶我的那个身体的酸痛哦 诶好像没有再化作了咧 非常开心啦 就是觉得 哇 改变了很多很多啊 然后就整个身体很轻松啊 走路也是非常快非常的轻啊 还有呢 我以前呢八十多公斤啊 现在呢 走了八卦一年多 我的体重从八十多公斤 下到七十六公斤 足足下了七公斤 以前是穿两个SL的 现在可以穿L的 而且买衣服也很容易了 大家都夸我 诶 为什么你好像越来越年轻了 不会老了 你是怎样保养的咧 我跟他讲 我走了八卦啦 连我的先生也说我 越来越漂亮了 然后皮肤呢 也光发了很多 年轻了很多 感恩师父的八卦内功 让我的身体健康了 八卦内功就是我的美容产品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